拜托 你走了我怎么办 难受 你这大胖小子不孝顺你爹 抛下我就走了 经过我的宅商考虑 还有好些网友他建议 让我在这里建点柴 给他火化了 然后把骨灰带着 我觉得这样子也是好事 这样子的话 他永远陪伴着我 难受 拜托 我只能给你火化了 拜托 我只能给你火化了 你永远陪着我好不好 以前陪我玩飞盘 给我抢吃的 现在都没有了 我真的特别伤心 我在这里也是做好事 也是想救小黄小黑 为什么把我的百度给搭进去了 真的特别难受 还有好多网友骂我 真的 我就像一个父亲 失去一个儿子一样 真的很难受 我快崩溃了 没办法 我就去捡点柴给他火化了吧 捡了很多柴 找了半天 应该够了 给他火化吧 我也没有办法呀 百度 走了 最后清一下你 走了 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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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走好 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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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天堂了 希望他一路走好 到天堂 能遇见一个能保护他的主人 爱他的主人吧 百度一路走好 到了天堂要好好照顾自己 听新主人的话 听见没有 一路走好 ming 一路走好 在 提示 没 我现在的心情用语言没办法形容 真的 我也不敢让我的保镖来看 我就把它关在车上 哦 希望我的小白兔到天堂能过好日子 能遇见一个爱他的主人吧 白兔 一路走好 再也不能陪我玩飞盘了 白兔 吃货 哎呦 再见咯 你唯一的一个遗产 一个飞盘 到了天堂 让你的新竹人陪你玩吧 我不陪你了 对不起啊 白兔 你上天了 白兔 白兔 我现在看不见你了 我知道你去天堂了 我知道你去天堂了 到了天堂 你要记得你还有一个穷爹 你还有一个标记 永远都记着你 听见没有 白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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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货 我来带你回家了 给你找了个红的盒子 让你在里面啊 红红火火 知道没有 知道没有 我一辈子都带着你 我去哪里都带着你 好不好 你就跟我在这里面吧 白兔 你好好在里面啊 我无论去天涯海角 我都带着你 好不好 白兔 白兔 吃货 你好好待在里面啊 我给你擦干净一点 漂漂亮亮的 难受 白兔 我能把你带出来 却带不回去你了 你到了天堂 别忘了你还有个穷爹 你还有一个标姐 知道了没有 吼 老师兄 吼 吼 吼 拜托 你以后就在爹的枕头旁边 爹睡不着的时候 陪爹说说话 好不好 你也得干点火呀 你去了天堂 你一定听你新主人的话 知道没有 不能再调皮了 不能到处跑了 多吃一点没事啊 我在这个五人区坚持五十多天 就是为了救小黄小黑出去 现在把小白兔的病搭进去了 我自己被流浪狗咬了 我最近这几天都没有去打狂犬疫苗了 也没有那个心情去 更何况现在我这个状态真的不能开车啊 小白兔他虽然走了 但是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真的 他永远是那个贪吃调皮的毛孩子 他也是个非常勇敢的孩子啊 在他跌跌到困难的时候 他来救我一命啊 非常感谢他 真的 他永远都活在我的心中 百度 我永远都会想念他的 我就说这么多啊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看我的视频 下期再见吧 下期再见